哇 大家请看你们是什么 布料是一点布料 无敌了 我跟你说这张地图房子特别多 我出生的话就等于说直接起飞 直接起飞了我跟你说 布料做一个这个绷带 我需要找到消毒水 不然我被狼咬了一口伤口感染 感染的话还是蛮严重的 雪松木材 哇开罐器 这样的话我们开罐子就不会这个损失卡路里 两本书 冰箱 0.5公升的水 我起飞了 火柴起飞了 没变的花生酱 花生酱 哇狗粮 我操起飞了呀 起飞了 烤土司机 柜子看一下搜一下 特别东西 不错的T恤 0.4的温度加成 总比没有好 穿两件衣服 不错的T恤 不错的T恤 书本书本 苏格兰燕麦卷 新鲜的巧克力包 哇马桶 1.85公升的水吸一口 这边有很多房子就有很多马桶水 前期的不用生火 不用生火煮水 我们只需要靠马桶水顶过前面几天 我们后面就好过多了 来扯点布料 扯点布料 特别像 哇 新鲜的胡白龟 鱼肉 鱼肉可以说是你们最好的肉啊 尤其你们最好的肉 吃一口 胡白龟 再喝一口这个橘子水 在野外我们也可以活得丰盛 哇 手电筒 哇 这手电筒无敌了 无敌了 有了这个手电筒呢 之后呢 我们晚上就不再害怕黑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手电筒 只要有其他的光 照到其他的手电筒 照这个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它就会发光 它不需要电池 不需要电池 这手电筒 是无限可以用的啊 我破烂的连衣帽 这个比我这件好 丢掉 因为手电筒是不需要电池的 不是绕口令 就是用另外的一个手电筒 去照这个手电筒的时候 这个手电筒它就会发光 知道吧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手电筒 它等于说是无限 无限用 知道吧 因为我们选 我们可以选择 难度可以选 但是可以选择一个出身地图嘛 这个地图是最好活的地图 物资最多的地图 它真有一个小镇呢 你想想 十几个屋子 十几个屋子搜完 你死鬼都死不了啊 虽然很多屋子是破的啊 但是有几个屋子是好的 还有车也很多啊 这里是这个 哇锤子 漂亮 这里是这个游戏当中 物资最多的地方 信号弹 漂亮 起飞了 还有个屋子 来过来搜一下 想死都难 那么跟你讲吧 想死 那还走干嘛 住下来 你物资多了之后呢 物资它是有什么用 物资它是提供你上路用的 走的时候用的 你在这里的话 这个活个两到三天 三天左右 你就淡尽粮绝了 淡尽粮绝 你在上路的话 你就走不动了 你就在路上会死 我为什么有时候我在路上死 因为物资不够 如果你在物资高的情况下 你别说 你就在雪地上面睡觉 你都不会死 知道了吧 在物资充足的情况下 一定要上路 为什么这个每次这个 每次上路 我都要准备很多物资上路呢 对吧 这地图一共有十几个啊 这里最富的 那鞋子不要 那鞋子垃圾 所以说我们要准备的很充足 我们可以连续上路好几次 牛肉干 一选报纸 这个鞋子是垃圾鞋子 越野鞋 我一看我就知道什么鞋子了 没有我这个好 我穿的好像也是越野鞋 我穿的也是越野鞋 差不多吧 好 好 还有最后几栋屋子了啊 还有大概三栋 三栋 这个屋子好像没什么东西啊 空的 油灯燃料 可以可以可以 一个燃料还是可以的 这个屋子里面 行吧走吧 下一个啊 那破屋子进不去啊 它只有固定的这几个屋子可以进 还有个油局可以进 油局 车 还有这边还有很多车呢 后面两个屋子也是都破的 进不去的 没有关系够了 屋子够了 你看还跟火柴 你看 还跟火柴 舒服啊 开这个门 第三难度 还有手电筒 最低难度 最高难度都有手电筒 只是没有枪而已 最高难度还有那个书本 就是枪械书本 但是最高难度它就没有枪 最高难度跟第三难度差不多啊 但是就是一把枪的问题 为什么玩这个难度啊 因为没有枪啊 我这个难度这个可以捡到枪的 三口不理了 三口不是在找药吗 没有药 我们还有最后两栋屋子啊 一个银行 一个大别墅 诶 这边两栋屋子都可以进 来看一下 舒服 低难度 低难度每个箱子都有物资的 还低难度的 选了难度了都 第三个 看尽猜名字 新鲜的兔肉 你们看我起来了 你们就过来挑刺 是不是 偏要看我死 偏要看我死 我是选的第三个难度 难度选的很高 但是我选的是新手地图 知道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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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